好 请成年女神请跪下 请跪在我们的外面上 好 可以踩高贵姿 好 扣手 请向下扣 向前扣线你的父母亲 好 先开头 画面现场是南港区公所举办的南港区成年礼活动 活动仪式一群中国古礼进行 参加的礼生们向父母亲先行感恩礼 并奉茶 祝福父母亲福寿绵长 接着家长亲自为礼生行家冠礼 祝福他们人生路上步步高升 最后家长也准备了传家宝送给礼生 祝福礼生们长大成人 有家长送给礼生书籍 也有家长准备手机当礼物 因为这是我现在身上最贵重的物品 然后我把它当成我的最大礼物 送给他当成年的礼物 那刚收到觉得怎么样 蛮惊讶的但是也是很喜欢没关系 我觉得非常贴心 因为现在的社会其实都已经对古礼这个东西都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了 那他透过区公所的这个活动 其实让小朋友也能够说 透过这个对 然后再让他心里面 然后感念我们的父母 谢谢爸爸 这18年来的养育之恩 然后我很爱你 爱你哦 就除了学业进步之外 还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可能往 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往自己喜欢的发展 其实我就希望他 在大学生涯能够找到他自己的性向 然后朝着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前进 对 然后我们父母都是永远支持他的 今天30位都是个礼办公室 从个礼里面挑选比较平常比较乖巧的 写功课比较好的 因为毕竟人事有限 因为我里内余先生他是担任了我环保志工 所以对于乐心与社区的一个工 一个服务 所以今天就是推荐我们余先生 跟他的小孩来参加 今天的成年礼活动 觉得很好 也很新奇 因为小儿子一生就有一次机会 所以说也谢我们 万福里的里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也谢 真的谢谢他们 就这样子 谢谢 心情非常感动 因为我也是没有参加过 真的 然后也谢我们南港区 有办这个活动 给我们大家这种机会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这整个活动都有规划 然后我们也能体验到 以前没有体验过的活动 我觉得还蛮心情还不错的 那刚刚说到爸爸送你什么样的传家宝啊 印章 印章 就是印章对 你的名字的印章 没有没有是那种书房那种 书房的印章 爸爸怎么会想说送印章给小朋友 因为印章的话可以流传下去 他将来结婚也可以用 所以是空白的 他自己可以磕喜欢的字体 还有印尼 这些 是一对的 水晶的 那怎么会想送书呢 就是他爷爷从浙江定海这边 就是38年的时候来到台湾 带来的 刚好可以让他知道说 以前他的家乡的一些状况 谢谢他这多年来的教导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很感谢他这般支持 我去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今年南港区的成年礼活动 由南港区公所与护国九天宫 中华如道研究协会共同举办 以孝顺爱卿一堂和气为主轴 期许李生在成年礼仪式后 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 也明了成年后 自己所要担负的责任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 真的是以孝顺为主题 然后百善孝为先 希望呢 我们这些小朋友在成人的时候呢 除了知道要担负起成人的责任以外 那能够体谅父母呢 从小含辛茹苦的抚养长大 然后他们能记得孝顺父母 然后因为能够这样孝顺上的互动呢 能够让家庭的气氛呢 更加和乐 好那王立我们因为都是在 户国九天宫办理嘛 那这次因为考量疫情 避免大家周车劳顿 然后天气也比较炎热 那所以我们就改在我们区公所 这个大礼堂办理 然后希望在这个隆重庄严的仪式中 然后大家感受到成长的喜悦 然后能够再跟父母呢 在一起在成长过程中 留下一块美好的记忆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说 很多事情要有仪式感 那或许大家觉得仪式感只是一个形式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承诺 然后跟祈愿跟祝福 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时候 往往呢反而仿佛会得到一个祝福的加持 会让大家感觉到更幸福 更勇往直前 每一年事实上在台北市 我们都有办重要成年礼的活动 第一个也是要让孩子知道 这个成长的过程 有许多父母的辛劳在里面 那成年礼也包含包括对于父母的表达感谢 孝心的推广 这个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一轮 那也再一次也恭喜各位同学 在透过今天成年礼也代表这个 人生又迈入另外一个阶段 也再一次恭喜家长 孩子成长的过程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真的很不容易 成长过程总是迭迭壮壮 但是成年之后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也祝福今天在成年礼所有的同学们 也在台北市所有的孩子们 接下来人生的另外一路上 充实精彩平安 我相信这是天下父母心 今年的南港区成年礼活动 共吸引30组礼生及家长来参加 加冠礼后 礼生们一一通过天官赐福门 主办单位也赠送成年纪念品给礼生们 依循古礼进行 气氛隆重又温馨 透过这场成年礼活动 让亲子共度快乐时光 南港区公所也祝贺所有的青年学子 正式转大人 懂得静孝道 也勇敢迈向未来人生 展翅高飞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